对一个两万人口的这个 两百位而且还继续在发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 帛琉爆发本土疫情 负责医疗援助的新光医院 也召开记者会说明 月中之后我们发现 除了境外移入增加之外 开始有本土的个案出现 那所以在这个传染链看起来讲 应该已经是到了第四五轮 第五轮 帛琉从1月4号起 境外移入个案明显增加 1月9号出现首例本土确诊 从今年以来到20号为止 累计本土确诊9例 境外移入有多达161例 而且不排除还有黑数 这一波其实都是轻症 而且症状通常 通常都在一两天之内就过去了 不过我们担心 如果说数量大了之后 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肺炎的发生 甚至于是重症的发生 医疗团队研判 帛琉疫情传播快速 初判是感染Omicron 而避免疫情持续扩大 新光医院1月22号 也要派医疗团队 攜带1万组快筛试迹到当地 指挥中心也在20号 透过视讯了解 帛琉最新疫情 明明周一就知道了政府却迟迟没有揭露公开讯息 为何直到媒体报道后才对外说明 他们也很积极地追踪个案的接触室 并且已经隔离了 帛琉当地确诊的可疑的病例 外交部轻描淡写 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有旅客不满 已经报名了月底的帛琉团 质疑政府隐匿 恐怕接下来也会影响到民众到帛琉的意愿 TV的新闻是孟杰 苏凯诚无数人 SN小组的台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